为多分一套房 他和前男友贾结婚 最后却丢了性命 女人未省十万元税费 和买房人贾结婚 没成想是引狼入室 婚难离 看似两场悲剧 实属同一种功力 贾戏真做的背后 藏着怎样的贪欲 贾戏真做 两悲剧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您讲两个假戏真做的案例 这两位女主人公 都是年轻貌美的女孩子 虽然都是未婚 但她们却主动与男人 玩起了假结婚 结果呢 一个是迷失在感情里 不能自拔 这一个是引狼入室 无法脱身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案例 我们要从25岁的女孩 李玉闪婚说起 这李玉啊 从小是备受父母的宠爱 可是老大不小了 还是没有男朋友 就在父母为女儿的婚事 烦心的时候啊 这李玉突然宣布 我已经和前男友杨刚和好了 打算马上结婚 和杨刚结婚 老两口一听是坚决反对 因为杨刚和李玉啊 曾经是校园恋人 但是杨刚毕业以后 在外资公司上班的时候 又看上了财貌双全的 女同事陈燕 结果呢 就一脚踹掉了李玉 分手的时候啊 她跟李玉说 我们在一起 真的是不合适 以后 只要你有需要帮忙的地方 我绝不推辞 李玉当然不同意 可闹了好长时间 看杨刚始终不肯复合 她也只好作罢 双方呢 就此分手 所以啊 这李玉的父母 对这个杨刚的印象 是非常的不好 可是 女儿是铁了心要价 一个星期以后啊 就和杨刚 是领取了结婚证书 李玉和前男友杨刚复合 才一个星期就选择了闪婚 如此仓促结婚的背后 原来并非破镜重圆 而是李玉和杨刚 拿婚姻当儿戏 做的一笔交易 而这一切 还得从三个月前 两人签下的一纸荒唐协议 说起 这天晚上啊 李玉约杨刚吃晚饭 两人一见面 李玉是开门见山 你说过 只要我需要 你一定会帮我 我现在必须马上结婚 可是我没有男朋友 所以 我要你和我结婚 什么 结婚 这杨刚一听就懵了 我已经有女朋友了 你开什么玩笑 李玉笑着说 你不要着急嘛 我不是要和你真结婚 我们只是假结婚 这李玉告诉杨刚啊 自己父母所在的居民区 要拆迁 政策规定 拆建房屋 以家庭为单位进行补偿 如果自己能够结婚 组建家庭 就有可能多分到一套房子 哦 原来是这样啊 可是结婚不是儿戏 这个忙啊 没法帮 万一被女友陈彦知道了 恐怕无法收场 看到杨刚面有难色 这李玉啊 早有准备 杨刚 你不用担心 我们不过是合伙演个戏罢了 听说呀 你现在正在筹钱买婚房 这样 等我拿到房子以后 我们就离婚 另外给你四十万作为补偿 四十万 这句话 杨刚立即打消了心中的顾虑 答应了和李玉结婚的请求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一年半以前 女友陈彦被单位公派出国培训 两人约定 回国以后结婚 这陈彦的父母啊 就提出了条件 杨刚必须先买婚房 这杨刚承诺 等陈彦回国时 自己一定凑齐房子的首付款 可是呢 这房价年年走高 婚房首付得六十万 这杨刚拼死拼活 到现在也只凑了二十多万 眼见着女友还有半年就要回国 如果筹不起首付款 自己和陈彦的婚事 就可能泡汤 他呀 正在为这事儿日夜发愁呢 今天李玉这个题 让杨刚是心头一亮 事成之后就能得到四十万元的酬劳 那房子的首付款问题就解决了 于是杨刚答应了李玉 双方签订了一份结婚协议出 约定双方办理结婚登记 房子到手以后 一个月内双方办理离婚 杨刚呢 放弃房产 李玉给杨刚四十万元补偿 这签好协议以后啊 两人就去民政局是办理了结婚登记 因为是一纸协议下的假婚姻 这李玉呢 就像包括父母在内的所有亲友 进行了隐瞒 声称两人是重归于好 由于这拆签房啊 要三个月后才能签合同 李玉就在父母家附近 租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 这李玉要求啊 因为工作人员可能随时入户调查 杨刚每周至少要过来住三天 如果有紧急情况 必须是随叫随到 这杨刚呢 是一一答应 杨刚为了拿到四十万元补偿款 选择跟前女友李玉假结婚 虽然两人有协议在先 但杨刚还是担心李玉会假戏真做 于是他一直谎称自己工作忙 尽量少跟李玉待在一起 然而有些事情还是注定的发生了 这天呢 杨刚在办公室加班 他接到了李玉的电话 说工作人员今晚有可能要入户摸底调查 让他晚上务必过去 当晚 这杨刚打开房门的时候 身穿睡衣的李玉是站在面前 紧接着是扑进他的怀里 和女友久别的杨刚 一下子攒起莫名的冲动 这两个人呢就拥抱着走进了卧室 第二天早上醒来 这李玉搂着杨刚说 我发现我还是一样的爱你 我们就不要离婚了好吗 你看我们很快就有大房子住了 你不是一直梦想有属于自己的大房子吗 不行 当初我们说得很清楚 也签有协议 我现在爱的人是陈彦 和你在一起 我已经觉得对不起他了 听到杨刚如此绝情 这李玉是一下子就火了 你占了我的便宜 就不觉得对不起我吗 说着两人是争吵起来 不欢而散 一个月以后 这李玉终于如愿以偿 拿到了一套120平米的房屋合同 这杨刚找到李玉 商量离婚的事 可是李玉总是推山阻私 迟迟不肯办理离婚手续 眼看着女友回顾的日期 是渐渐的临近 这杨刚对李玉下了最后通牒 一个星期以内 你赶紧拿钱和我离婚 如果觉得拿40万有困难 可以先付我一半 剩下一半吗 你给我打个欠条 听到这话 李玉伤心欲绝 原来我在你的眼里 根本就没有钱重要 好吧 离婚这事 我要好好想清楚 你不要逼我 我手上可是有证据的 说着李玉打开手机 翻出了两人在床上的照片 然后是扬长而去 这下杨刚可傻了眼 陈彦归国在即 假结婚这事实在不行 可以跟陈彦说清楚 可是这床上的照片 自己就是浑身长嘴 也是说不清楚的 事情的发展远超乎杨刚的想象 不但40万元补偿款 没拿到手 连婚也离不成 对于杨刚而言 当务之急是想办法 删掉李玉手机里的照片 那么杨刚会想出什么方法 来删除照片 他又能否成功呢 这天呢 杨刚来到李玉的出租屋 支起了火锅 还开了一瓶红酒 对不起阿玉 都是我的错 我想通了 我们以后好好地过日子吧 李玉听后是惊喜万分 两个人就这火锅喝起了酒 醉意朦胧中 两人再次抱到了一起 进行过后 这李玉睡着了 杨刚悄悄地取出了 李玉的手机 可是手机却射了密码 他一连失了几次都没有成功 就在杨刚着急的时候 这李玉突然醒了 看见杨刚摆弄自己的手机 李玉是突然地明白 原来你今晚到这儿的目的 都是为了那张照片呢 我这么爱你 可你一而再 再而三地玩弄我的感情 我就是不离婚 等你女友回国 我还要告诉她 你对我做下的丑事 听到李玉这样讲 杨刚着急了 她是一把掐住了李玉的脖子 再三逼问手机密码 两人在床上扭打起来 推嗓中 李玉的后脑勺是砰的一声 重重地撞在床边的跪脚 不再动弹 杨刚一下子傻了 天哪 自己失手杀死了李玉 怎么办呢 她是惊慌失措 看着桌上的煤气火锅 杨刚记上心头 她把李玉抱回了餐桌边 摆出了酒后 趴在桌子上睡着的姿势 将火锅的煤气阀门开到最大 她关上窗户 第二天一大早 她再回到出租屋里 给李玉的父母打电话 谎称李玉是酒后煤气中毒 可是呢 李玉头部的伤痕 让杨刚在警方的讯问下 无法自圆其说 她只得交代自己 失手杀死李玉的真相 可是啊 警方的尸检结果 让杨刚是莫等口袋 李玉当时只是晕死过去 倒是杨刚布置的煤气中毒现场 因为房屋狭小 空间密闭 造成了煤气浓度过高 最终造成了李玉的死亡 李玉竟是死于煤气中毒 这让杨刚又惊又灰 那么杨刚先是失手将李玉撞昏 后又布置煤气中毒现场 造成李玉中毒身亡的行为 究竟是属于故意杀人罪 还是过失致人死亡罪呢 这案件呢 移送到检察机关以后 在杨刚的罪名确定上 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 一种意见是故意杀人罪 相反的观点是构成 过失致人死亡罪 那么杨刚的行为 在法律上到底该如何评价呢 这就是今天我们讲的 第一个法律关键词 过失致人死亡罪 本案中啊杨刚以为是自己 失手杀死了李玉 然而呢造成李玉死亡的原因 不是杨刚的失手 而是死于煤气中毒 可是煤气中毒的现场 又是杨刚亲手制造的 在杨刚的主观上 他没有用煤气 毒死李玉的主观故意 但客观上却造成了李玉 煤气中毒死亡后果 所以说呢 杨刚主观上 没有杀死李玉的故意 客观上实施了毒死李玉的行为 而且和李玉死亡的结果 也确实由杨刚的行为 所直接造成的 由于他心里并没有想过 要杀死李玉 所以呢他就不构成 故意杀人罪 应当认定为过失致人死亡罪 人民法院最终以过失致人死亡罪 判处杨刚有期徒刑六年 案件结束后 拆迁部门经过审查 认定李玉和杨刚签订的 结婚协议书构成恶语串通 李玉并不符合分方条件 拆迁办依法收回了 李玉名价的安置房 观众朋友 李玉想通过假结婚 多分一套安置房 杨刚也想借假结婚 获利四十万元 这种建立在贪欲基础人的婚姻 从开始就注定的失败和破裂 可是呢 李玉却把这种功利和虚假婚姻 当作真实的爱情 从而陷入了假戏真作的漩涡 不能自拔 最终落得人才两空 结局是可悲可叹 如果说李玉是假结婚后不想离婚 那么接下来的第二干例 更富有戏剧性 主人公江洪芳 是假结婚以后却离不了婚 最终只能是假戏真作 成了真夫妻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要从江洪芳卖房说起 卖房的女人跟买房的男人结了婚 是缘分还是交易 结婚后 女人发现自己落入了男人的陷阱 无法脱身 本市买卖关系 缘合发展为夫妻关系 他们虚假的婚姻背后 有着怎样的利益瓜葛 假戏真作 酿悲剧 法律讲堂 正在播出 这天是周一 江洪芳和房子买主张文强 约在房管局办理房屋货货手续 这工作人员告诉江洪芳 你买这套房子花了55万 现在出售价格是100万 按照规定 买入房产不满五年再次出售的 需要缴纳税费10万元 10万元 这么多呀 这江洪芳的心里是火辣辣的疼 这张文强就提议呀 这样吧 我有个办法可以省下这10万 咱俩办个结婚 然后你把房子过户到我名下 夫妻这天过户是不用缴纳税费的 然后我们再离婚 你看行不 和你结婚 你想的没 这江洪芳本身都拒绝 那么他为什么会如此在乎这10万元呢 这还要从江洪芳男友创业受挫说起 这江洪芳的男友啊 叫林小五 是一名摄影师 为了向江洪芳的父母证明自己有实力 他下海创业 打算开设一家个性婚纱店 可是呢 店面装修过半 这后续的资金却跟不上 这婚纱店无法开起来 看到男友焦头烂额 这江洪芳心急如焚 情急之下 他想起了父亲离婚前 给自己留下的那套房产 对 卖掉房子 只有帮助男友创业成功 这两人的感情 才能修成正果 所以呢 他就瞒着母亲和男友 在网上发布了卖房的信息 原来和买主张文强谈好是一百万 刚好能够补上婚纱店 开业的资金缺口 可现在交了这十万 这婚纱店还是开不起来 如今火烧美貌 用钱在即 这不如先答应张文强 等一百万到手 就马上办离婚 反正啊 是假结婚 自己不说 谁也不知道 就这样啊 2016年的8月 这江洪方呢 找到张文强口头约定 张文强先支付30万 两人领取结婚证 等房屋过户完毕 拿到房产证 张文强再付清为款70万 两人办理离婚登记 为了省下十万元的个税 江洪方竟然跟买房人 张文强假结婚 然而让江洪方没想到的是 张文强主动提议 跟江洪方办理假结婚 来避税的建议 并不是处于好心 而是另有所图 想要知道张文强的真正意图 还得从他先前的经历说起 这三年前呢 张文强在南方搞起了电信诈骗 短短一年 他竟然获利不少 看到风声偏激 他提前授手 转战到这个城市 在看房的时候 这张文强就偷听到了 江洪方和闺蜜的通话 他得知 江洪方是背着家人偷偷卖房的 他又得知 江洪方还没有结婚 他不禁就对单纯 漂亮的江洪方 动起了歪心思 他先是说服江洪方 和自己假结婚 等到房产过户以后 这张文强就盘算着 这房子现在已经在自己名下 江洪方又和他登记结了婚 如果再想办法把生命做成熟饭 这岂不是财色双收的好事吗 于是啊 这张文强在拿到过户的房产证以后 就百般推托 就是不办离婚 最后竟然直接了当地向江洪方表白 洪方啊 既然我们已经登记结婚 那就是一家人了 我是真心喜欢你啊 我保证 一定会对你好的 这张文强的所作所为 把江洪方给气疯了 这房子过户给张文强 房款不付不说 连婚都不离了 看到江洪方软弱好欺负 这张文强得寸进尺 居然是提着礼物拿着结婚证 找到了他妈妈的家 上门自认女婿 把两人结婚的事给抖了出来了 这一下可把老太太气坏了 老太太要撵张文强出去 张文强死来着不走 街坊邻居纷纷出来看热闹 这下江洪方为卖房假结婚的事情 很快就在小区传开了 这男友和家人很快得知了消息 林小五的父母对此无法接受 江洪方说的是假结婚 可这结婚证是真的呀 怎么说都是结过婚的女人 我们老林家丢不起这个脸面 这母亲是一死相逼 林小五无奈只得硬着头皮 向江洪方提出了分手 这个时候江洪方知道 大错已经铸就 他平静地接受了分手 他拿出一张银行卡 小五这里面有三十万 你拿去用 愿你创业成功 我江洪方没有做对不起的事情 说完是含泪而去 看到女友离去的背影 林小五羞愧难当 他明白女友是为帮自己创业 才和别人假结婚 从而落入对方的圈套 他按下决心 一定要把婚纱店开起来 只有创业成功 才能说服家人 重新挽回这段恋情 2017年年底的一天 林小五捧着玫瑰花 再见到江洪方的时候 是大吃一惊 此时的江洪方是身形消瘦 神情憔悴 这一年发生了什么 女友怎么会变成这副模样 江洪方告诉他 一年前两人分手后 自己的人生跌落了谷底 心灰意冷之下 他产生了自暴自情的念头 而就在这时 张文强不时时机地开始献殷勤 百般地讨好自己 这样他觉得 既然不能嫁给所爱的人 那和谁结婚都是一样 加上张文强对自己还不错 时间一长 他就接受了张文强 可是随着了解的进一步深入 江洪方发现 张文强的工作都很神秘 似乎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有一天 他选张文强不在的时候 设法打开了他的电脑 天哪 这张文强竟然在从事着 电信诈骗的勾当 江洪方劝张文强即使收手 没想到 这张文强是露出了 凶恶猙獰的面目 他拿着刀子 在江洪方面前 比划威胁 你给我老实点 不然的话 我要你的小命 听完江洪方的哭诉 这林小五心如刀嚼 这个人面受信的坏东西 咱们报警告他去 让他坐牢 报警 报警也有确凿的证据 可是哪来的证据呢 江洪方说 证据 听到这儿 林小五低下了头 突然 他是眉头一皱 记上心头 话说张文强将办公地点 转移到一个偏僻的居民楼里 他重新物色招募了几名客服人员 就在他计划着 在干几票大生意后 在转战其他城市的时候 这警察呀 是突然出现 让他措手不及 警方向他出示了大量的录音录像证据 证实他为电信诈骗 做着充分的犯罪准备 铁证之下 本想抵赖了张文强 只得如实公述了自己的所作所为 原来啊 张文强所培训的客服人员中 潜伏尽了一名卧敌 正是林小五 他用江洪方提供的信息 通过网络联系上了张文强 在取得他的信任以后 应聘成了客服人员 他用隐形的摄录设备 在培训过程中 将准备实施诈骗行为的活动 一一地偷拍下来 提交给了警方 这警察经过深挖以后发现 张文强等人 先后骗取过 54名被害人的钱财 75万元 人民法院最终于诈骗罪 判处张文强 有期徒刑11年 张文强因为诈骗罪被判刑 可谓是恶有恶报 而此时江洪方和林小五 也重归于好 那么已经跟张文强 结过婚的江洪方 该何去何从 他跟张文强的假结婚 到底有没有法律效力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第二个法律关键词 虚假婚姻 我国婚姻法第十条规定 无效婚姻有这以下四种情形 第一 重婚 第二 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 第三 婚前患有医学上 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 婚后尚未治愈的 第四 是未到法庭婚龄的 可见假结婚并不是属于 我国婚姻法规定的 婚姻无效情形 同时 婚姻法第十一条规定 因为胁迫结婚的 受胁迫的一方 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 或者人民法院 请求撤销该婚姻 我国的法律 只规定了这一种情形 属于可撤销 那么江洪方的结婚行为 显然不存在受胁迫 也就不能被撤销 所以说 这江洪方和张文强 履行了正式结婚登记手续 所谓的假婚姻就是真结婚 双方夫妻的关系 真实 合法 有效 而且依法也不能撤销 所以 如果想要解除婚姻关系 就只能办理离婚 或者到民政局协议离婚 或者通过法院诉讼 判决离婚 才能解除双方的婚姻关系 最后 在警方的帮助和调解下 江洪方和张文强 办理了协议离婚手续 他回到了林小五身边 婚纱店在两人的静下 是红红火火 双方的感情也得到父母的认可 最终是携手走进了 幸福婚姻的殿堂 观众朋友 本期节目两个案例的 女主人公李玉和江洪方 都想通过假结婚的方式 谋取不法利益 这假戏真作的结果 都是酿酒悲剧 教训极其惨痛和深刻 婚姻和感情是神圣和严肃的 万万不能把婚姻 当成谋取利益的工具 否则就只能是 咎由自取 自作自受 好的 感谢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如果想了解更多的法律资讯 欢迎您关注栏目微信公众号 再见 女子离婚后 欲挽回前夫 囊中羞涩的她 不惜做出违法的事情 挪用了两百多万元的公款 给前夫陈亮 买了七十多步 不相信 而另一名女子 为帮男友筹钱办厂 教唆闺蜜挪用公款后 又做出疯狂之举 上到顶楼 又把她推了下去 两个女人均是为了爱情 飞蛾扑火 她们的结局会是怎样 不惜代价 守爱情 请不吝点赞订阅